平常跟家里面洗衣服呢 我们就是用一般的洗衣巾而已 不过你能想象吗 其实在洗衣服的时候 竟然会在里头也喷一点香水 是什么感觉 生活当中只要运用一点小巧思 就能营造不同的氛围 创造微小的幸福感 一直来自不同领域的好朋友 致力探索各种生活的需求 手续推出精品级的香水洗衣名录 将保养的概念融入居家用品 为我们开启微奢生活洗美学 其实我们的品牌主要是想要创造一个 微奢生活美学的一个概念 那微奢生活美学就是 其实就是微小奢华的幸福感 那就是跟现在大家很喜欢说的一些小确幸 其实是一样的 那我们创造这个品牌 其实也是要诉求 就是天然然后无毒然后纯净 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最重要 就是我们的香粉 这个全新的品牌 与一般市售洗衣精最大的差别 主要是他们首创将运用在化妆品配方的香氛 添加到洗衣凝露里头 让衣物洗净穿在身上 就如同喷上香水一般 一整天都能散发清新淡雅的香味 舒适又自在 那我们的香氛其实来自欧洲进口 那就是橙花的香 橙花香精其实它在萃取的过程中 大概一万公斤的橙花 大概它只能萃取一公斤的香精的部分 市面上的香精都是比较是化工合成的 那它的味道其实不会那么的有层次 那其实我们使用的香精 其实已经达到香水的等级 所以艾文为什么那时候会有想法说要把香水 加在洗衣凝露里头呢 因为其实女生就直接擦香水就好啦 其实我们是有看日本的研究 那日本人他们其实不喜欢就是很香水直接的味道 那所以我们才会想要把橙花香精这个东西 加到洗衣凝露里面 让这个香味透过衣服 然后加上一些体温 那自然散发出来的味道 那有点香水味满的感觉 其实这个味道好像有点越闻越熟悉的感觉 好像跟我平常闻过的某个香水品牌还蛮像的 对 那其实我们跟法国知名的品牌的香水 其实它的味道其实相似度是非常的接近 那其实它的前味就是香橙的部分 那中味就是最主要就是橙花 还有一些粉红牡丹 那后味其实就是有一些阳山木啦 还有一些白色香的部分 那跟一般就是市售的洗衣精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香味就是刚刚我说的 其实它有前中后味 那其实它的层次会比较丰富一点 是不是放在这种衣服上 其实香味的持久度其实是更高的 我们会选择把香水这个东西 加到我们的洗衣淋露里面 你想像就是那个香味藏在你的衣服纤维里面 那其实它散发的速度就不会这么快 那它跟空气接触的时间就会拉长 所以它的持久度会比你直接插在身上 还要持续很久 除了采用欧洲知名橙花香水 萃取精华提升香氛的层次 它们的产品也强调天然安全无毒 使用环保配方 不含任何有害的化学物质 成分温和 不但生物分解性高达95% 连家中的宝贝以及弱敏膚质都可以使用 不会带来负担 那这件部分就是我们有一个CW酵素配方 就是冷水酵素配方 那其实一般在洗衣服的时候 假设说如果没有这个酵素配方的时候 它会在冷水里面它比较不容易洗净 所以我们在研发的阶段 其实特别有针对这一块再去做加强 那其实它里面 我们里面添加的一种原料 它其实是经过欧盟认证 就是Ecoser的认证 那也是德国HP认证的原料 另外 业者还独创超柔鲜智慧因子 可以强化硬物纤维 提升衣服的蓬松以及柔软度 不但好洗好运烫 也能防止硬物变形 这款创新洗衣淫露 完美结合香氛 洁净柔软天然无毒 五效合一的配方设计 带给大家不同以往的洗衣体验 宣受消费者好评 从7月到现在 其实我们销售数字大概 已经累积到15万瓶左右 其实在我们的粉丝团 都会有很多的粉丝来询问 那也代表就是我们创造 维车生活美学 其实在市面上是有很高的询问度 对 我觉得 因为它里面有蛮 它的成分是经过欧盟认证的 所以这个部分让我觉得蛮安心的 那其实因为像 尤其是在怀孕的话 其实我们妈妈都会蛮怕 你可能接触到一些化学性 药剂的东西 可能会造成以后 小朋友敏感性的一些体质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用起来就会蛮安心 我就是怀孕了之后 就还是继续使用这款 并没有再额外更换 业者以传订美好生活理念出发 提供天然纯净的产品 透过网络行销的方式 累积许多好口碑 他们也期望可以带领更多人 将家中繁琐的事物 靠为优雅的生活态度 共同品味生活中美好的小幸福